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再度上传自拍影片 向乌克兰人感性喊话 泽伦斯基表示冷冽寒冬总会过去 只是基辅近郊的伊尔平 却天天上演这类似的场景 小男孩哭得撕心裂肺 小小身躯不断扭动 只是当远警的爸爸还是得留守保家卫国 另一头三度开放的人道走廊 乌克兰平民在寒冬下持续撤离 全身包紧紧 民众走在摇摇欲坠的木板上渡河 原本的桥梁早已被炸成两半 边逃跑沿途炮击声还不见断 俄罗斯日前多次允诺战时停火 要在乌克兰五座城市开放安全通道给乌克兰人 不过事实证明口头承诺没有效力 俄罗斯军队的炮火攻势依旧没有停止 就在停火前夕苏美又有至少21人 因为空袭丧命其中还包含两名儿童 至今当地已经撤离700位平民 但俄罗斯坚称已经准备好新一轮的停火 宣布从当地周三开始将再度重启人道走廊 只是乌克兰战火持续 民众流雨不流恐怕都是两难 TVBS新闻做不到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